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南昆明 这是我第一次坐高铁 中国的汉语教 昆明 我们来了 我叫杜天丽 来自新西兰 杜是我的姓 天丽的意思是天上的礼物 我很喜欢摄影 她用镜子的照片 进入了我的成长 我很希望用相机 记录这趟旅行的典底 今天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 一位喜欢影像的新西兰女孩 杜天丽 杜天丽的母亲曾是一名外交官 会说七国语言 因为杜天丽从小就经常和妈妈 一起出差去不同国家 所以自己很喜欢一国文化 我知道中国文化和新西兰文化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方说 中国文化中常说尊老爱幼 在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屿 我们也很尊敬我们的长辈 这让我更加想了解 中国和新西兰之间 还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自从杜天丽到达中国 参加汉宇桥比赛以来 她一直用手中的相机 记录着这片神奇大地上 发生的一切 记录着自己身上的点点滴滴 记录着自己认识的新朋友们 现在我们在高铁上 高铁很快也很稳 我的朋友现在正式隐蔽 立在桌子上 他们正在尝试在行驶的动车 立即没运闭 来检验列车的运行是否平稳 新西兰没有铁路 我很喜欢高铁 我觉得中国的高铁非常平稳 速度很快 我喜欢长逃 我相信之前看到高铁 有很多节驰项 不知道多久 我才能从前面跑到后面 外卖西 陶泽伟和杜天丽一样 来自新西兰 我的妈妈是一名老师 她出国中国 她很喜欢中国文化 所以她很支持我学习中文 我爸爸是一个盛人 因为工作 她常常来中国 所以她一直跟我说 学习中文很重要 除了对中文的热爱 他们还很喜欢橄榄球 游泳等体育运动 喜欢学习数学和物理 从南太平洋到欧亚大陆的东方 这些来自一国他乡的国际朋友们 在这趟列车上 体验到了属于中国的速度和激情 中国的高铁速度YYDS 速度很快 然后很平稳 中国高铁 棒 12时13分 列车平稳到达昆明南站 我们的大朋友们即将正式开始自己的昆明之行 你好我是跟 主板 罗伊贝 是澳大利亚人 是澳大利亚人 那我们到了昆明 你想去哪边 我想去什么呢 我想吃豆腐面 豆腐面 那你呢 我是林月琼 来自越南 我想来昆明 是要吃小锅米线的 真的哦 OK 我们肚子饿吧 对不对 肚子饿 肚子饿 好 那我们去吃饭吧 好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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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紧张的积分赛后 各位选手终于到达了美丽的春城昆明 在之后的赛事中 我们期待着他们更多的精彩表现 昆明我们来了 昆明我们来了 杜天莉在海外平台上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 她常常把自己的旅游经历剪辑制作后发布在上面 现在已经有大约2000名粉丝关注了她 期待着她此次参加汉语桥的中国建文 无论府云朝露 悲欢聚散 皆因被分享的图像而涌存 当我回到新西兰的时候 我想用我拍的视频和照片 给我父母 我家人跟其他的太平洋岛屿朋友们 给他们看 让他们也通过这座汉尼桥 来到中国 了解中国 体验中国 优优独播放 今天五十余名来自五大洲的小学生参赛选手 在四季如春的昆明集节 中国欢迎你们 云南欢迎你们 今天的小主角们 他们都非常喜欢中国 热爱中文 热爱中国文化 小小年纪因为热爱中文而飘洋过海 齐聚在了一起 一个个坠气未脱的脸庞明亮了春城的秋天 这里是云南师范大学的红烛广场 欢迎所有的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云南昆明 来体验这次汉语桥中文秀的魅力和欢乐 小学生选手们 体验了中国传统的人生四大礼之一的开笔礼 诸杀起制 鸡骨铭致 愿选手们从此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上微博参与2023世界中学生汉语桥 2023世界小学生汉语桥 话题互动和全球热爱中文的青少年 共化中国情 也祝愿大朋友小朋友们在中国感受中文的魅力 度过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 只此青绿为汉语桥的友谊上色 种下一颗小树鸟 为每位选手下一次梦想的开篇做一个铺垫 这抹心绿长成参天大树也象征着 汉语桥的所有选手们 蓬城万里 如日方生 中国同学还有所有的主持人 都给我们展示过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觉得所有的武龙表演武术表演都特别酷 特别的棒 我希望随着树的成长 我们的友谊也变深刻 汉语桥天下一家 准备好了吗 一场心有所欺全力以赴 定有所长的全球性中文展示秀胜会 在无处不飞花的春城正式启动 快乐中文 烧花要烧出几烧火 蓝蓝的多端到有马 阿满阿千一棵葡萄树 但愿人长久 月亮在表我的心 祝我金房提名